我想問的是他們的 平常休閒到底在做什麼 有沒有 可以講一下嗎 我們的騷帆 你是做什麼 平常在彈吉他或打球 也有在運動啊 對啊 打網球 好 了解 漢君呢 我平常就一樣 我也是彈吉他 然後我也會去運動 跑步游泳之類的 那偶爾 其實我們像說 就是我偶爾也會上酒吧 跟同學聊天一下 酒吧 對 晚上的時候 因為公益嘛 就是我這個暑假有 自費去柬埔寨當志工 高材生 還帶十天對不對 充滿了理想 我是想要去看看一些不一樣的事件 然後體悟不一樣的事情 你帶去做了哪些服務嗎 我們主要是 整個計劃是去一個暑假 然後我們也會去蓋動孤兒院 當然專業的部分不是我們 我們是做苦工的 太酷了 對 那這些是那個 這些是孤兒院的小朋友 就是我們 他帶我們去當地的很多孤兒院 比較偏僻落後的地方 對 然後他是孤兒院的小孩子們 就他們生活都非常的 好講就是破爛 就是他們住的地方非常的 你難以想像 然後所有的東西 就是我們有去一個鄉村 就是他帶我們去一個鄉村 裡面幫一些很窮苦的人家 那邊都很窮苦 就是蓋一些蓋房子 因為他們的房子都是由木頭跟竹子 搭建起來的 就像這樣 這是一家人住的地方 就是一家人住 然後這是他們的戶外 對 那我們去幫他們蓋房子 其實是幫他們整修 因為他們下大雨就會攤掉 對 那就是我們 就會覺得說 我們得到那麼多資源 然後你看他們 我想講個故事好了 我們當天在幫他們整理房子的時候 然後因為中午很熱 因為節目在很熱 然後又很累 所以我們吃不太下飯 那我們吃不太下飯的時候 就倒廚餘嘛 你們應該覺得理所當然 我們就拿一個塑膠袋 倒廚餘以後 那我們 就是大家暢快在聊天 後來林隊胡來告訴我們說 你們不要倒廚餘了好不好 你們看這小朋友在幹嘛 就看到當天小朋友 拿著廚餘袋的東西拿下來吃 就在裡面錢拿下來吃 然後我們都超級傻眼 然後也很難過 後來我們又到廚餘的話 因為真的吃不下 那我們就直接把飯盒拿給他們 看他們真的很開心 他們是開心到 你會覺得 好像你從來一輩子 沒有這麼開心過的那種感覺 就內心散發出來喜悅 對 就是直接拿著我們的廚餘吃 你就親眼看到這種事情 你們應該很多就是 有一些影片嘛有沒有 可是親眼所見真的差很多 然後我們還有去 就是他們當地的學校散發一些 就是發送一些 我們帶過去的物資 那些東西都是我們 是我們不要的 可能我們高中背包 國中背包 那些東西 筆記本嘛 你們就覺得丟掉就好了 可是當他們拿到的時候 一樣就是非常開心 那種喜悅就是 真的散發內心 從發自內心散發出來 就是很開心很開心 然後就覺得你們 好像把我們當崇拜的對象 就我們是他們的 就是救濟者之類的 可是其實我們沒有那麼厲害 我們只是生活在台灣 然後得到這麼好的資源 我們沒有那麼厲害 為什麼要被他們這樣崇拜 對 所以其實 我覺得漢君講的這一段 就是 我覺得應該是大學生 就是社會對大學生的期望 就是你有沒有去看一下這個世界 關心一下周圍的人 然後知道自己的生活 跟別人的生活有什麼不一樣 然後試著去關心或幫助別人 我相信你們這裡面 一定有一些同學去做公益 但是像漢君他是自費過去 然後他有這樣的一個體認 所以可能就是說 表面上我們在講 你會不會去網咖 你會不會去夜店 那事實上 這些都是休閒娛樂而已 但是你的心有沒有覺得說 我現在想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 所以請問漢君 你回來之後 這一趟這個 算是公益的旅行 你自己有什麼樣的改變嗎 我覺得改變是 就是你會去更珍惜身邊所有的事物 因為你得到這些東西 那也會去更關心說 其實台灣還是有很多人很窮苦 然後很難過生活 像蘭嶼這一次 我以前可能就覺得說 他們好可憐 可是我這次真的會想要 就哪一些物資幫忙這樣 是 對 就是要有所行動 才能改變世界哪怕一點點 是 對 掌聲鼓勵 改變世界哪怕一點點 是 這裡面薇薇你其他從事的活動是 我只有在跳舞 對 跳舞很棒 這一點也是大家對高財神的印象 真的 剛剛比起來很微不足道 就是有跳舞 然後還有打打球這樣子 直接來一段好不好 跳舞 可以跳舞 來 跳舞 帥哦 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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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大資材 厲害 你拿過冠軍 小智 你在幹嘛 小智 屁股癢了嗎 小智 怎麼樣 練體力 這邊要問一下我們的高材生 你們有沒有曾經因為這個 追求學歷或是功課 放棄了什麼 你們覺得真的很可惜的事情 稍反你放棄過什麼 像之前有一位音樂老師想要提拔我 問我要不要以後當樂手 就是到處坐場子 幫一些歌手伴奏這樣子 然後這其實是我以前的夢想 但是卡朗道現實面 還有我自己讀的科系 最後還是放棄了 冠亨哦 冠亨你是不是聽說 你也是樂評是不是 就是只是會寫一些音樂文字 然後之前幫一本雜誌 就寫了一個 就是今年四月有來台灣的 那個萬能青年旅店 然後我覺得他們歌還不錯 然後希望能夠 台灣能夠更接觸 就是許多其他的事 因為平常 那個高中的時候也是 都沒有辦法聽太多獨立音樂 然後現在又重新去聽獨立音樂 發現就是我們真的很 之前錯過太多事情了 以至於我們現在真的 對 因為我們錯過的 像冠生講很好 就不只是音樂 或是有人覺得歷史 什麼都很重要 什麼都很重要 可是台灣的教育 一直還是局限在填壓式 然後分數的計較 那我曾經講過就是我們鄰居的小孩 國中吧 出去下令營 美國 他們去美國下令營 然後真的是開了眼界 因為第一天一下飛機 又拿到這麼厚一疊資料說 明天我們要跟各國的代表辯論 英國的經濟 然後台灣的小孩就瘋了說 這是什麼 然後全部是英文的 就要一直擦這點 然後他就發現其他國家都能夠侃侃而談 因為他們的關注是全世界的 那所以就台灣的小孩一出去就 就覺得說 怎麼是這樣 可能你問他們少女時代 他們會比較熟 可是英國的經濟 那可能因為奧運 你講英哥的經濟可能會一點 對 英國的經濟 對 所以這個就是 我覺得很好耶 他們其實反思出來一些問題 但我覺得其實一切都不完 只要有這個自覺是比較重要的 所以從你們的身上我可以看出來 我要怎麼去教育我的小孩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高材生 能提出這樣的反思 其實大家可以好好的 有沒有類似像怪恨鋼這樣的想法 有沒有Juicy 像你現在文化音樂所教育的方式 有沒有比較不一樣 因為我遇到的老師是 他是國外留學的老師 他是會跟我去做辯論的 他是跟我說 老師我覺得我吹這一段曲子 我希望是這樣子的表演 但是老師會覺得說 我覺得這樣子的表演是不好 我覺得我們兩個是有落差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去學習老師的優點 後來老師也可以學習我的優點 就是可討論的 對 是可以討論的 對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第四點 誰說硬性相處我不會 體貼舉動我也不少喔 大家覺得高材生平均戀愛的次數 大概是多少 你算他們現在有的是研究所 有的是大學 你猜他們大概平均是幾次 平均 Katrick 那什麼意思 二分之一 因為我覺得他們真的是都在 半次 很認真的在讀書 然後如果是以戀愛的話 應該會覺得 因為我之前有那種同學 成績很好 然後他們就會說 沒關係啦 我喜歡他 可是他們也不會說一個行動 或什麼真的在一起 可是反正他們會覺得 喜歡就對了 就是就已經 就先這樣子 默默的奉獻 對 阿勒你寫一次 是你自己吧 對 那他是零 還是半次耶 沒有…我是感覺說他 因為他們也是 其實我覺得他們對感情的態度 其實是非常專情的 因為他們對事情的看法 會比較認真 比較不會花心 比較不會遊戲 所以他們對感情的看法 我覺得也很真實 所以我覺得應該都一次 你說我自己嗎 對啊 我自己兩次 真的 夢中不算 夢中不算 暗戀不算 花錢也不算 對啊 那就 有幻覺也不算 強迫也不算 對 那就去除掉那些 雜七雜八就是兩次 雜七雜八加在一起 大概二十多次 這個是暗戀你給付出 除了黏玉哥你說他們很多次 大家都覺得說 高材生給我們的印象 是不會談戀愛的 可是你看這八位學生 長這麼漂亮又那麼帥 拜託 他們根本就是 那種改變策略喔 對 高材生的假象好不好 對 除了貫亨以外好不好 你看 這長一條的 沒有啦… 很帥好不好 他是斯文的那種 對啊 高材生的假象 明明就是談很多次 在那邊假謙虛 有談過戀愛嗎 圈叉 都有 五次以上的 請舉軒 五次以上的 牙醫 好